三和妹妹来找我了 妹妹长得多大 三呢就在那门后边躲着呀 妹妹这就着急了 这是个急脾气 三也出来了 三又回去了 三就是个沉默的小孩 就这个这猴急啊这就是 来吧 今天多给一点 这有粗粮有细粮 多好 来了三 妹妹过来 咱们到这边来 过来过来过来 不在棚子里吃 你们俩就在这啊 就看三这大肚子 这大肚子家伙可圆了 妹妹这肚子也不小 这两天吃什么了 这妹妹 你怎么突然变胖 快吃吧 好孩子啊 孙儿也是好孩子啊 行 快去 要吃点什么呀 啊 那走 走 快来吧 小黑呢 快来吧 到妹妹和孙儿给你抢 你别跟人急啊 听见没有 在这等着我啊 听见没有 到时候你俩孩子给你抢 别打人家啊 听见没有 人家这是给小黑的 你们俩不刚才吃了吗 快走了走了走了 你给小黑留点 等着小黑 这俩要去抢老白的 老白拿三儿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小黑就特别无奈 哎 真是没办法 脸皮饱吃不着 脸皮厚吃个够 不懂啊 小黑 怎么办呢 我也不能把他们打饱了 我也没招 你看着老白一通猛吃 他们俩怕老白 人家就不怕你 你说自己怎么搞的 那么大个子 你瞧这俩 都给人家吃了 还有点 然后一会儿回去再吃自己的玉米汁去 什么情况 放你们俩 好吧 这就是老白另外的三个兵 他们三个呢 不怎么吃粮食 和人的距离呢 稍微大概保持在两米左右吧 绒球有时候还好 这边是老大 那边是老二 他们两个非常的警觉 老二的那个牙呢 都滋出来了 但是看他的体重呢 还可以 一直跟兽医讲 是不是要把这牙给他锯一下 后来兽医反复讲 关键看体重 如果他的体重还不错的话 就没事 他就能吃到东西 怎么看这边 小黑特别失落 然后那俩开始没皮没脸的 开始抢老白 老白上另外一盆里看看 哪还有啊 那我也管不了啊 小黑 那我怎么办呢 我把他们打跑 下次自己找我来啊 自己找我来给点吃的 听见没有 昨天呢 发现少了一只母鸡 找啊找找啊找 最后在这片树丛里边找到 在里边躲着趴窝呢 昨天夜里呢 下了好几场大雨 心里呢 老觉得不踏实 你说这孩子在底下趴着 还不得嚼死啊 正好呢 正好呢今天找到了一把老雨伞 正好插在这儿 还挺好的 我查了一下网上的知识 说呢 得多给点吃的 同时呢 他要喝很多的水 所以说呢 这次呢 没办法啊 这看劲 得安排去了 东西呢 都给放进去了 吃的喝的都在里边了 不知道这小孩要在里边要待多久 我想这就有点像人那种 闭关一样 进去以后大概在里面要待很长很多天 这把伞呢 我大概还是要把它要加固一下 万一稍微有一点风 恐怕会把它刮跑 哎 你说还有这事 就操不完的心 能停点在里边吃呢 登登登敲那碗呢 在里边吃 我估计呢 也够呛能成功 因为它是第一次嘛 如果真能付出两三只小鸡来 那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事 这么多天 每天我还得给送饭送水 你说我招谁惹谁 这鸡呢 在这个小树丛里趴窝 现在已经是第三天了 每天呢 还得给送饭 还得给送水 它的意志呢 非常的坚强 每天就趴这也不出去 上面我这个雨伞呢 还真是管了大用 这两天下雨 这事呢 传出去好说不好听 我这还得给鸡伺候月子 你说这事传出去 这算怎么回事 真没办法 咱们把东西拿出来 水呢 喝了一点 看它的粮食吃了多少 粮食呢 还有一部分 这怎么办呢 好像吃的并不是很多 把里边的米都吃了 看来它对米比较感兴趣 把这片的米多给它来一点 还不能炒 它 炒得它脾气可大了 它不使劲嚷 它给你拼命 这养动物啊 养到了这个地步 还得给它伺候月子 你说这跟谁说理解 这里边呢 我割了一些米 估计它来吃 把它放进去 动作稍大一点 它就会拼命的嚼 这就行了 还剩这么多 估计它也吃不了这么多 不知道它能坚持多长时间 我想怎么着也得半个月 也得十多天吧 每天呢 我还得到这儿来 还得伺候它 两个小家伙就正式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了 他们也很自在 我们也很放松 他们非常的省心 和人的关系都非常好 非常的可爱 在我们的生活里突然贴了这么两个小东西 也非常的有意思 现在呢 狗对它们也完全接受 我们有两个小狗嘛 这个小米喜欢痘痘 小花呢 喜欢另外一只狗 喜欢毛毛 把追着人家去在一起睡觉 现在晚上呢 还要把它们关回到原来的那个地方 因为他们早晨醒得太早 早晨三四点钟 两个叮咚五四在那边就练上了 就开始追跑打闹 这要在房间里边 那这谁受得了 所以说呢 还得让他们再调时间 再调一段时间 明儿 行行 快睡吧 啊 好好睡吧 啊 一会差不多就起了 太阳呢 就差不多快落山了 一会呢 他们俩就该起来 就该折腾 啊折腾起来 跟两个小老虎一样 这是一个衣服架子 上面有一些毛巾 你说他怎么上来的 他就跑到这个浴巾里边了 啊明儿 你怎么上来的 你还挺舒服 这你自己给自己找的窝啊 啊 那你怎么上来的呀 啊 啊 你怎么蹦上来的呀 一会你怎么下去啊 嘿 你看你把你给自己舒服的 这小妖精呢 嗯 自己给自己安排了个沙发呀 啊 你看他把自己给美的 安排的 嗯 呵 看看脚 什么德性啊 那是啊 自己还看看自己的脚啊 你说这不是新鲜吗 这么高的一个衣服架子 他怎么上去的 哎呀你这是桃子都出了圈了是不是啊 你看小花多乖 这小花可喜欢豆豆了 没事就跑到豆子这来献媚了 躺在这 露着自己的小肚子 有时候把豆豆搞得也挺烦的 豆豆在吃他心爱的大饼干呢 玩 豆豆 你去看看豆豆吃什么 我 豆豆豆 你冻的饼干大 他不跟你急呀 这就有一家人的感觉了 在这吃饭的两个小猫 也坐在餐桌底下 也在这等着 跟小狗一样 然后呢 多少给一点吃的 联络一下感情 是不是花 以后呢 就跟一家人一样啊 小米啊 小米呢 有一天呢 特别的神奇 小米呢 就在这跑着玩 结果在外面突然露出一个大猫的脑袋来 仔细一看的就是他妈 我们邻居家的猫嘛 结果就痴痴的就看着在屋里 小米不知道 小米在屋里还在四处的乱跑 结果那大猫就在外面 这个窗子外面呆呆的看着他 当时我们还想完了 这妈只要知道这 姐弟俩在这 那肯定得天天来找来 这过两天就没有了 没有看到再过来 但是那个妈看着他那种专注的神情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那种痴痴的看着自己的孩子 就在这 跑来跑去 就把他能耐的 还有比这在逃的吗 嘿你给我拽坏了 我 等吧 研究我的枪呢 最近也没打个兔子 兔子也不敢来了 这枪好长时间都没用 这还有他不能去的地 我 这离的也就是距离远 这要是进早铺上去 说到养鱼呢 原来我们养过很多那种七彩 这缸里原来挺热闹的 但是养了 但是养了几年以后 一条一条的呢就逐渐都死了 都消失了 绝大多数鱼都瘦中 整寝都能活好几年 我们这个鱼缸好多年了 现在里边那条大的呢 他的学名应该叫三尖鼠 平时大家在鱼店里边看到是一个非常小的鱼 但在我们家呢 他岁数可不小 他也有五六年了 他现在长得这么大 好多朋友到这来一看 他特别吃惊 现在整个这个鱼缸 他是最后的 其他几个小鱼都是后来的 现在这个鱼缸呢 等于就是为他现在还留着 直到给他送到钟 他在这站会儿他也累了 趴在沙发上 还在那念念不忘 还盯着人家呢 这个 这就是个土匪 这就是 这两个性格一下就差的特别多 这也就这么安静定的在这待着 那个是干什么都不行 你干什么他都给你捣乱 因为呢 允许动物上沙发嘛 所以在那个沙发上 干脆我们就把一些被子 铺在了沙发上 否则这种白色的沙发 早就让他们给霍霍的不像样子 哎 这是个闹 是不是 啊 收拾床 收拾被子 他觉得这事都和他有关 这可是以前养狗没有过的体会 对猫还是不一样 小花就这么乖 就这么静静的在这站着 哪儿不去 是不是花 不像小米那么淘气是吧 小花最安静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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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